网红周群今天在社群发文分享了 自己去超商买东西时发生的插曲 他表示当天结账的时候 遇到一位新来的伸张店员 对方说话结巴 也不敢跟自己对视 在他向对方讨要袋子时 对方拿出了一个小袋子 询问他小袋子是否可以 周群则向对方讨要更大的袋子 接着店员蹲下来 在柜台下面翻找了许久 还时不时抬头看周群似乎紧张的快哭了 在看到店员这样的反应后 周群才意识到或许大袋子已经用光了 于是便向对方表示 没关系小袋子也可以 店员就才如释重负的起身结账 随后还害羞的表示他很亲切 周群听到对方怎么说 顿时鼻头一酸 不经思考该名店员 平时究竟是遇到怎样的客人 才让他找个东西都很紧张 也会因为一句没关系 就让对方觉得自己很亲切 因此提醒大家要善待超商店员 期待下来